2月2龙抬头,大家小护士,耕牛,大仓满,小仓流 看到上面这个民谣,小伙伴们就知道今天是农历2月初二 在北方叫龙抬头,一称春龙节,在南方叫踏青节 此外,也被称为春耕节,农士节,青龙节等 为什么是龙抬头呢? 从科学角度看,农历2月初二是经浙前后 大地开始解冻,天气逐渐转暖,农民告别农闲,开始下地劳作了 所以,古时又把2月2叫做上二日,又称春耕节 据说,这一天龙王如果还没醒的话,那轰隆隆的雷声就是要来召唤他了 今年又节特殊,疫情尚未画上休止符,没到摘口罩扎堆的时候 那2月2龙抬头这天,能在家可以忙点啥呢? 2月2龙抬头,孩子大人都剃头,讨个好彩头 但是今年你头发还好吗? 离开了Tony老师,每一根头发都有了自己的想法 但是不少网友,已经成功地开发了自己理发的新技能 甚至带动了网上的电动推简,销量大涨 也有不少时尚博主顺势推出了教市民如何自己在家理发的视频,大受欢迎 也有一些理发店推出了企业团购上门 露天理发吹发,快洗快吹,网络预约,分批理发等 疫情下的特殊服务,在家过节一点都不耽误 很多人家在这一天要吃面条,春饼,炸油糕,爆米花,猪头肉,炒豆等等 但它都与龙有关,普遍把食物名称加上个龙的头衔 吃春饼叫吃龙鳞,还有龙胆油炸糕,龙耳饺子,龙须面条等等 这些赤士绝对难不倒在家宅家的人们,做点春饼,爆米花炒豆不在话下 在减少聚集的防疫要求之下,市民不出门也能过好2月2 在这一天,北方多祭祀龙神 人们到龙神庙上贡祭祀龙神,祈求龙神星云化雨,保佑一年五谷丰登 2月2的围仓,三里不同俗,十里改规矩,各地的教法各异 河南玉东一带,山东河泽一带等比较盛行,用草木灰围仓这一习俗 目的就是祈求丰年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